嗨,大家好,我是老海 在视频开始之前,我先说两句题外话 一直以来,我都极其讨厌战斗民族这个词 这是网友给某个国家人民起的外号 对于海哥这种绝对的鹰派来说 长他人稚气,灭自己威风这种事是不可容忍的 哪怕是盟友也不行 我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穿越古今 那么多所谓的古文明,到了今天只剩下残垣断壁 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大起大落 还依然傲立在今天的世界文明之林 平的就是胸中的一口气 心中的一团火,骨子里的一份骄傲 纵观中国历史繁荣与战争交替演绎 哪个不是血流成河,哪个不是尸横遍野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是战斗民族 那咱们中国人就是战争民族 题外话说完了啊 今天我们的视频呢 来烙一个实际中描述最精彩的历史时期 它的名字叫做楚汉争霸 这个时期的很多人物和故事 大家都耳熟能详 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巨鹿之战,鸿门之宴 那这一期呢是个群像戏,不太好讲 所以海格呀,这次就把视频分成上下两集 今天是上集 咱们从秦始皇驾崩开始烙 一直到刘邦攻入咸阳,秦朝灭亡为结束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我们唠一下秦始皇驾崩前后整个秦朝的形势和背景 第二部分 我们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 看看各方势力的起源 崛起和最终的结局 看看大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是怎么起家的 好了,咱们直入正题 公元前210年7月 秦始皇在第五次东旬的途中突然猝死在马车上 他的驾崩就成了后备一切混乱的源头 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嬴政忘了做 那就是提前确立接班人 说他忘了,不客观 准确的说是他还在犹豫 在当时,秦始皇的儿子有很多 具体有多少,史料没说 据推测有20多个儿子,10个女儿 这里边最关键的是长子扶苏和幼子胡汉 长子扶苏一直以来都被当做继承人培养 上上下下文武群臣也都很认可这个接班人 可大臣们的认可 不管用,立太子这事得皇上盖章才行 而就在这件事上,秦始皇一拖再拖 从登基到现在几十年了 秦始皇是唯一一个没有策立皇后和太子的国君 表面原因是因为政歌太骄傲 他是千古一帝 没有人有资格和他站在同一个级别上 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到一些外戚势力的博弈 扶苏是楚系外戚的人 胡汉是肇心外戚的人 那时候的贵族是不会和平民联姻的 秦国的王后太后基本上都是其他国家的公主 这些公主一拨一拨嫁过来 自然也就在后宫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楚国的公主们一伙 赵国的公主们一伙 韩国的公主们一伙 然后开始宫斗 在秦始皇掌权时期 后宫最大的势力就是扶苏背后的楚国外戚 上个视频里讲过的华阳夫人就是楚国人 嬴政的父亲一人之所以又名子楚 就是认了华阳夫人为母亲 吕不韦让他穿着楚国的衣服去见华阳夫人 回去同情 所以虽然扶苏是公认的继承人 但是嬴政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 暂时拖一拖也说了过去 否则太子一旦确定大臣就会过去战队 到时候太子麾下万有大臣内有娘家 说不定哪天就强行逼宫 让嬴政下台或者偷偷下毒 这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稳一手是没有问题的 归根到底是秦始皇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在不到50岁的时候去世 而且还是猝死 这才导致了后边的各种问题 从一统天下到沙丘驾崩 一共是11年 这11年间秦始皇一共巡游了5次天下 第一次巡游是在秦国统一的第二年 正所谓家祭无望告乃翁 秦国历代先进的统一梦 终于实现迎正1612跑回西北方向的秦国老家 去告慰和祭奠秦国先军 第二次巡游是奔着齐国的方向 因为齐国是六国里唯一一个没有决战就投降的 齐国百姓没有感受过秦国军队的热情 普遍不服 所以秦始皇去泰山风扇震慑国故地 第三次巡游还是奔着齐国 但这次回城的路线偏北一点 顺便去震慑一下原来的赵国地界 第四次巡游是北上燕国故地 然后沿着北边的边境线回来 目的是震慑燕国和匈奴 为讨伐匈奴做准备 第五次巡游 耗时最长路线最远 来了一个围绕着国家的大环线 北到九元 南到苏杭 东到燕台 西归咸阳 天子马车浩浩荡荡 路边百姓夹道相迎 威严满满 也正是在这第五次巡游返回的过程中 秦始皇驾亡于沙丘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刑台市附近 临死之前 秦始皇口述遗诏 让使者带着遗诏 赶紧去北方边境找到复苏 让他赶回咸阳 主持丧葬 也就是说 临死之前秦始皇 是把皇位传给了公子复苏的 可嬴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此刻 坐在他对面正在低头记录遗诏的人 会做出另一个改变历史的选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赵高 赵高是宦官 但和我们后世熟知的那些宦官不一样 赵高不是个阉人 因为他做过的事 实在太过于天怒人怨 所以后世的史官 学者 你一句我一句在书里骂他 骂到最后 赵高的形象 就成了一个奸诈邪恶 无能又幸运的死太监 但实际上 赵高既不是太监 也不是无能的人 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强者 实际上 在秦国统一天下以后 有一套完善的选拔和考核官员的标准 而赵高就是这样 从秦国最底层 一步一步考核升迁上来的官员 他的职位是中车府令 也就是皇帝的司机 绝对的心腹大臣 能成为皇帝的司机 有两把刷子都不够 赵高是一流的书法家 一流的法学家 精通秦国法律条文 深得嬴政的信赖 被聘请做胡害的老师 同时作为一个老司机 赵高身强体壮 还兼职护卫 能稳稳当当的赶着天子的六驾马车 到处巡游 那身体能差吗 可以说赵高是文武双全的能人 可是能力这个东西和道德 从来都不是正相关 甚至能力越大 道德越差的情况还更多一点 嬴政驾崩的那一刻 赵高手里拿着刚写好的遗照 只用了几分钟 就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决定 他不想给天子拉车了 他想直接驾驭天下 所以一排以生命为赌注 以王权为奖品的秦末狼人杀 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看头啊 当时秦国的势力分部是这样的 公子扶苏呢 在秦国北边的北方军团做监军 这个军团的领导啊 是蒙田蒙一两兄弟 老蒙家世代为将 是秦国的中流砥柱 北方军团几十万人呢 守卫边疆 蒙氏兄弟呢和公子扶苏是绑定的 属于同一个势力 秦国统一时期的老将军们呢 这时候基本都去世了 蒙田呢 就是秦国新生代的将军接班人 能力很强 相当于狼人杀里的预言家 而扶苏呢 相当于女巫 因为啊 他既可以自保 也可以杀人 全在一念之间 赵高这边呢 在说服了胡亥以后啊 赵高 胡亥就是两头狼人嘛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啊 假传遗诏 弄死扶苏 谋夺皇位 可在此之前呢 他们还有一个人要说服 大秦丞相李斯 李斯最开始啊 是吕不韦的门客 吕不韦倒台以后啊 就被秦始皇看中提拔 在秦国统一过程中呢 发挥了丞相该有的作用 兢兢业业啊 辅佐秦王 是个很有能力的丞相 甚至可以说 李斯啊 是千古一象 这个称号的有力竞争者 现在呢 嬴政突然驾崩 可以说皇位真正的决定权呢 就在丞相李斯的手中 他倒向哪边 哪边就能拿到天下 按照狼人杀的规则啊 正反双方这时候 应该来一波辩论 谁说的有道理呢 李斯就听谁了 可问题是啊 这派狼人杀出了个bug 他只允许狼人拉票 不允许好人发言 咋回事呢 前边说了啊 扶苏背后的蒙氏兄弟啊 蒙田是将军 一直坐守在北方 而这个老二蒙义呢 一直释放在秦始皇左右 也是个宠臣 秦始皇的平衡啊 玩的很好 扶苏这边呢 放一个蒙义 哎 胡亥这边呢 放一个赵高 真熟事的 不至于失去平衡 双方啊 都能得到最新的消息 可就在嬴政猝死之前 蒙义得到了一个任务 暂时离开了车队 嬴政驾崩的时候啊 蒙义还没回来 就这么一个阴差阳错 倒霉了好人 成全了狼人 改写了历史 赵高啊 抓住机会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说服了丞相李斯 李斯英明一世 晚节不保 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 妥协了 加入了狼队 接下来的一切呢 都按照计划进行 狼队撕毁了一招 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一招 让使者啊 送去了北方军团 赵书内容啊 很简单 让扶苏和蒙田啊 当场自杀 军队指挥权 暂时交给副将王黎 这时候的扶苏团队 还有可能翻盘吗 当然有可能 大义名分呢 和几十万大军 全在自己这边 筹码呀 是有的 虽然扶苏团队啊 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 但只要稍微想一下 就能发现其中 定有蹊跷啊 拖一拖时间 是吧 确认一下 一招的真伪 或者呀 直接去求见黄金 当面确认一下也行啊 蒙田作为全场 唯一真预言家呀 已经准确的判断出了 这一招有问题 他非常努力的 阻止扶苏自杀 食堂开饭了 你着急冲锋 就让你去死 你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可扶苏的回答是 抱歉啊 早死早超生 我嘎着头胎 先走一步 然后啊 真就当场自杀 这一下啊 可把蒙田坑惨了 公子自杀 蒙田想反击 都找不到理由 只能暂时交出兵权 但是啊 拒绝自杀 被软禁了起来 当扶苏自杀的消息啊 传回车队的时候 赵高和虎害一蹦三十高 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啊 会这么顺利 现在很多人讨论呢 说如果扶苏没死啊 秦朝会变得怎么样 海克认为呢 秦朝会变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啊 扶苏的脑子 多少也有点问题 这时候啊 说什么都晚了 狼队欢欣鼓舞 车上嬴政的尸体已经发臭 他们啊 就装着一百斤的咸鱼进去 掩盖臭味 又派了一个人呢 坐车里边假扮秦始皇 一切照旧 然后啊 赵高驾着马车一路狂飙 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咸阳 当一切尘埃落定 胡汉 已经成了秦朝第二代国君 臭名昭著的秦二世 要说啊 历史呢 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很多史官写材料的时候呢 也会有个人的好恶偏向 所以很多历史人物的口碑啊 都有争议 甚至两极分化 而能做到像胡汉这样啊 让各朝史官学者 统一口径 一起往死里骂的 也真是个人才 登基以后啊 胡汉立刻刺死了蒙氏兄弟 然后啊 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部杀过 1976年呢 考古队在陕西上郊村 秦始皇陵东侧 发现了一个陪葬墓群 里边的尸骨呢 大多残缺不全 有的头骨和躯干分离 有的四肢和躯干分离 有的身上布满剑孔 墓里啊 还有大量陪葬的 贵金属和青铜器 专家推测呢 这里埋葬的 正是秦始皇的子女 胡汉的兄弟姐妹们 胡汉残害手足 陷害重粮 大兴摇曳 荒淫后宫 秦国历代先君 600年积攒的家业和信誉啊 只用了三年 就被胡汉败完了 真是一点好事都没干的 他呀 还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人生如白鞠过细 分外短暂 不如抓紧时间 好好享受 这套理论呢 如果是普通上边族啊 也算有些道理 可如果是个皇帝啊 那就是天下的悲剧 这个时期呢 秦国内部暗流涌动 明眼人呢 纷纷闭口不言 而本来局势就不稳的 东方六国啊 在越来越严苛的制度下 却突然沉默了下去 这是认命了吗 不 恰恰相反 那是火山爆发的前兆 来活动一下脖子 秦始皇嬴政 下风的时间呢 是公元前210年7月 胡亥上位以后啊 高高兴兴耍了一年 到了公元前209年7月 一个消息传进皇宫 有一伙人呢 在东边的大德乡起义 据说声势很大 胡亥呀 赶紧找着赵高 啥情况啊 赵高啊 马上拍着屁股保证啊 只不过呀 是小谷的盗匪作乱 皇上您不用在意啊 这天下呀 稳得挺 胡亥呀 一听就放心了啊 接着奏乐 接着舞 而赵高这时期呢 根本没功夫打理外边 一门心思争权夺利 陷害大臣 巩固自己的权利 也就在这个时候啊 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成语 指马为路 接下来呢 让我们把镜头望向东方 在今天的安徽北部啊 有一片巨大的农田 而这片农田呢 在秦朝末年 还有另一个名字 大则香 公元前209年7月 大则香的雨 已经下了好几天 厚重的雨云 下面一只900人的队伍啊 正在愁眉苦脸 在古代啊 百姓除了要交税 还有一项义务 要遵守 叫做摇役 秦朝规定呢 16岁开始扶劳役 18岁开始扶兵役 一年中啊 有一个月要到出生 当地的郡县扶劳役 叫做庚族 一生中啊 有两年要离开家乡 去外地 根据需要 或是修建工程 或是戍边参军 叫做正族 关于秦朝的摇役制度啊 始料不全 不同的梳理的 也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年龄啊 有正义 退休的年龄啊 有正义 具体的劳役规定啊 也有正义 但总体上来说呢 秦朝的劳役 确实很繁重 修长城 修执道 修黎山林 修鹅旁宫啊 征兵入武 戍边凶武 每一项工程啊 都有数十万人被蒸发 学者计算啊 所有劳役加起来 有三百万人 当时秦朝的总人口啊 也只有两千万人左右 可想而知啊 有多繁重 大德乡这支九百人的队伍啊 就是要去渔阳 戍边的正卒 修阳呢 在今天的北京密云附近 当时呢 是边境 正值下丘之交啊 队伍走到大泽乡 大雨庞陀 道路泥泞 实在难以前进 队伍已经很难按时抵达 队伍里的人呢 一筹默然之下 人心浮动 勘压这支队伍的 是两个秦朝军官 相当于啊 县位官职 在军队里呢 叫做五百人掌 在这两个五百人掌之下呀 有十个百人掌 和二十个囤掌 囤掌啊 手底下管五十个人 而这二十个囤掌里呢 有两个人 就是我们上期 讲过的主角 陈胜吴广 课本上说呀 大泽乡起义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农民起义 其实呢 不太准确 因为陈胜啊 不只是个农民 准确来说 他是个落魄贵族 秦国统一天下以后啊 分封制改成郡县制 被灭的国家呢 就改了名 陈胜出生的地方啊 原来叫陈国 现在呢 改称为陈郡 陈郡的治所在陈县 而这个陈县啊 很不一般 陈县曾经做过 楚国的国都 秦国灭韩国以后啊 韩王也被迁移到 陈县软禁 香烟抗击秦国的时候啊 据点也在陈县 用今天的话说呢 陈县是抗战老区 革命根据地 而在九百人的队伍里啊 很多人都来自陈骏 在这样的情况下啊 出事儿 简直天经地义 陈胜自社 他有字儿啊 以前讲过啊 那时候的普通百姓 没有姓和氏 更别说字儿了 所以说陈胜啊 是贵族后裔 因为是贵族后裔啊 所以陈胜的眼界很高 哪怕是种地啊 他也瞧不起 跟他一起晒太阳的农民 也要来一句 艳雀安之鸿湖之志 农民老哥啊 也听不懂他在说啥 就感觉这个人 好像很屌的样子 只能回一句 狗富贵 无相忘 陈胜啊 非常高兴 连说一定一定 而这啊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 这次大鱼阻路 一直关注着国内局势的陈胜啊 激动的心肝乱跳 免愿的察觉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队伍休息的时候呢 他找到另一个囤长吴广啊 商量启示 两人谋话一番 决定说干就干 陈胜啊 找了一条鱼 写了个纸条啊 塞进鱼腹 又在吃饭的时候呢 假装刚捞上来 吃饭的人一看呢 纸条上赫然写着 陈胜旺三个字 大家议论纷纷 到了晚上啊 陈胜就让吴广去树林里藏着 模仿狐狸的叫声 一遍一遍的呼喊 大楚星陈胜旺 大楚星陈胜旺 喊了整整一夜 吴广嗓子都哑了 到了第二天呢 士兵们纷纷表示 好活当赏啊 这次一定 陈胜啊 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第三天呢 陈胜故意激怒带罪的军官 然后一刀一额 杀了他们以后 登上高台 振臂一呼 喊出了一句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口号 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 王侯将相 难道是天生的吗 士族们呢 纷纷响应 革命之火熊熊燃烧 在陈胜的带领下 很短的时间 周边的几个小城 就被攻打下来 周围的百姓听说此事啊 心高采烈的前来投奔 大军直奔陈县而去 陈县呢 本来就是返秦根据地嘛 这里的人呢 想返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所以陈胜来到陈县 与其说是攻打 不如说是迎接 大军抵达的时候啊 那百姓比侦队还高兴 中国历史上啊 第一次来自民间的大起义 就这样打响了 这时候是公元前209年7月 距离秦始皇驾崩沙丘 刚好是一年 政革如果九旋下有之啊 不知道会是什么新鲜 陈胜吾广起义的消息呢 很快升传六国 积家已久的矛盾开始显现 火山爆发了 打下了陈县以后啊 陈胜召集城中祖老啊 共伤大事 祖老们斯芬表示 将军你起兵伐秦 你真是天下的姓氏啊 不如就在这里称王 拿一个大义名分 陈胜欣然接受 自立为王 定国号为张楚 为了给伐秦找一个理由啊 陈胜假借公子扶苏 楚将向燕的名义 收拢楚地的人心 从这一点上看呢 更能证明 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是有脑子的 再接下来呢 如果按照史书上的发展去讲 只需要一分钟 大家就完全不知道海哥在讲啥了 今天呢 谁打下的哪个城市啊 明天哪个将领叛变了 后天谁又加入了战斗 保准让人啊 越看越迷糊 一分钟出现十个人名 观众满脑满子问号 那不是海哥做视频的初衷 所以啊 我尽力把它简化到 既让观众看得懂 又不丢失历史的脉络 我们先做一个总结啊 在陈胜吾广起义中 贯穿史中的 一直有一个主线 就是陈胜喊的那句口号 王侯降向 另有种呼 这口号是一把剑 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陈胜称王以后的战略啊 很简单 派出周文为将 领一支人马向西进攻 准备一路杀进咸阳 推翻秦朝 同时呢 派出其他几个将领啊 四面开花 向着六国故地出发 打算帮助六国复国以后啊 再一起出兵 去增援周文 按理说呀 这个战略很简单 也很靠谱 可陈胜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战略 只完成了前半段 有个叫武臣的将领啊 去了赵国 收复了赵国以后啊 马上自立为赵王 王侯降向宁有种呼 你陈胜能反 我咋不能反呢 然后啊 武臣派了一个叫 韩广的手下去收复赵国 韩广打下赵国以后啊 马上也自立为赵王 王侯降向宁有种呼 你武臣能反 我咋不能反呢 其他将领啊 也差不多 有的自立为王 有的呢 从当地找了个王族的后裔 扶上前台 就这么层层套娃 六国是活了 但六国的国君呢 没一个挺陈胜的 你说尴尬不尴尬 说到底呀 落魄贵族的核心 不是贵族 而是落魄 没权没势没资源 别人凭啥跟进混呢 真以为你是龙奥天的 得知这些消息的陈胜啊 气疯了 可是他没有任何办法 口号是他自己喊出来的 只能自己接受 不过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呢 比陈胜还难受 他就是周文 按照作战计划啊 周文高高兴兴 一路向西蒙冲 这时候啊 都快要打进咸阳了 结果回头一看 好家伙 援军一个没来啊 直接就尬住了 往前打吧 人不够 对面怎么说也是国独啊 有雄关 有卫队 往后跑吧 后边已经乱炮了 骑义军呢 和秦国的小谷守将 你来我往全打脚踢 满地打滚 一片混乱 这打扮呢 有一个人呢 听到了他的心声 站了出来 这个人的名字啊 叫汪涵 不是叫张涵 历史上啊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每个王朝末日啊 总会有一个英雄 站出来试图力挽狂澜 元朝末年呢 差一点拯救了元朝的呢 是查汗田木尔 而现在站出来拯救秦朝的 就是这个张涵 张涵的官职呢 是少府位列九卿之一 是负责管理皇帝的私人财产 和生活事务的官员 本来啊 和打仗没啥关系 可是这个时候啊 靠谱的将领和官员呢 都已经被赵高指路为马杀光了 呼害无人可用 只能同意了张涵的作战计划 赦免了 正在修建黎山陵的几十万行徒 让他们拿起武器组成军队 出城迎敌 张涵就这样啊 带着这支临时贫臭的军队 登上了秦末乱世的大舞台 张涵离开以后啊 直扑周文 从韩国关一路追到了免持 三战三胜 打得周文爆头鼠窜 最终大破敌军 周文兵败自杀 紧接着啊 张涵像饿了三天的猛虎 冲进了兔子窝 一路向东 九战九胜 各路起义军一开始啊 被打得丢盔切甲 后来呢 干脆变成了望风而逃 起义军的杂牌性质啊 暴露无遗 顺放仗的时候啊 猛的一逼 一遇到强敌啊 马上就从内部分裂 吴广啊 带着军队围攻形阳 九攻不下 他的部下田赃啊 竟然直接造反 杀了吴广 夺了军队的领导权 田赃啊 还没想明白 下一步该干啥 就被冲过来的张涵军队啊 摁在地上打 直接打死了 打败田赃以后呢 张涵继续向东 直奔陈县而去 到了陈县以后啊 陈胜站出来 还没说话 张涵军队冲上去就打 广乎间呢 那个纵横天下的 大群军队又出现了 根本没啥抵抗啊 陈县就被攻打下来 陈胜掉头逃跑 结果呢 在半路上 就被自己的车夫给杀了 陈胜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像开玩笑一样 就把自己给玩没了 他的失败呢 离不开客观环境 也离不开 他自身的性格缺陷 还记得那句 狗富贵无相忘吗 陈胜称王以后啊 当时的同乡跑过来投奔 就因为调侃了他几句 陈胜呢 就找了个理由 把同乡杀了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就这人品 谁敢跟你混呢 所以啊 陈胜的将领接连倒戈 势力分崩瓦解的速度 被陈胜窜袭还快 张鼠政权负面以后啊 张涵掉转枪口 直奔魏国 包围了魏国的国都林纪 魏王揪啊 赶紧摇人 骑鼠联军拍马赶到 可是啊 还没等屁股坐热会 张涵夜袭林纪 大破骑鼠联军 骑王被杀 魏王自杀 张涵像个战神一样 击碎了所有骑军的信心 谁也没想到 会突然杀出这么一个 鸡鸡无名的猛将来 说到这啊 我们把时间暂停一下 关于齐国的情况 海格得多说几句 秦国灭六国以后呢 原来六国的国军 全被一锅端 有的流放 有的自杀 所以啊 到了后战国时代 也就是这次六国复活的时代 新出现的国军呢 大部分都是曾经 王室的亲属 或者庞系的后代 这些人呢 虽然没有以前风光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各国呢 依然是世家大族 齐国这时候的国军呢 也是这么来的 起义爆发以后啊 齐国王族的旁之啊 田丹 田荣 田横三兄弟 响应起义 光复齐国 兄弟三人啊 玩起了接地赛 这次齐国呢 就是在田丹的领导下啊 前来支援卫国 没想到啊 出师不利 不光打了败仗 连国军田丹都被杀了 老二田荣 接过指挥权 赶紧收拢手下的兵马 准备逃回齐国修整 刚走到半路 田荣就接到一个消息 齐国人啊 听说田丹在前线战死了 以为啊 出征的军队全没了 马上呢 又推举了原来齐王的弟弟 田甲为国军 好家伙 这速度可够快了 田荣啊 气得够呛 带着军队杀回齐国 打跑了田甲 然后啊 田荣的军队 就在齐国休整起来 过了没多久呢 南边有一伙 楚国的势力 派使者来请求支援 希望田荣啊 能带着齐国军队出兵 大家再次联合 迎战张寒 不能让他这么嚣张 这伙 楚国势力的首领啊 叫向良 他手下呀 有很多投奔过去的起义军 里边有两个人呢 得单独说说 他们一个叫项羽 一个叫刘继 项羽啊 本名项吉 字语有字 那当然是贵族嘛 项羽的爷爷 是战国最后一个武安军 楚国的大将项羽 抵抗秦国打到的最后 兵败自杀 一直以来啊 都被六国人民所敬仰 陈胜起兵啊 也是打着为项羽 复仇的口号嘛 项羽的父亲呢 是项羽的长子 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从小呢 项羽就在二叔项梁 三叔项伯的代表下长大 项羽啊 身高1米85以上 达到了海格粉丝的平均身高 力能刚顶 孔武有力 气势射人 从小啊 具有大志 秦始皇第五次东旬的时候啊 路过项羽的老家 看着天子的豪华车队 威严一让 项羽脱口而出 鼻壳取而代之也 吓得项梁啊 赶紧捂住他的大嘴巴 大骑暴发这一年呢 项羽23岁 身强体壮 野心勃勃 想要大战宏图 和项羽相比啊 另一个叫刘继的将领啊 就明显逊色很多了 刘继啊 出生在沛县封邑 今天的徐州是封县 刘继呢 没有字啊 一听就知道是个平民 古代兄弟排序 伯仲书记嘛 老刘家没用书这个字 生到了第三个儿子 直接用着记 用今天的话说 刘继啊 就是刘老三 大起义爆发这一年呢 刘继已经48岁了 古代平均寿命30岁出头 按照正常的视角看 刘继图已经埋到眉毛上去了 而关于刘继之前48年的人生呢 我们还得好好说说 因为六年以后啊 54岁的刘继改了个名字 叫刘邦 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56年 这一年呢 秦始皇四岁 正在赵国的都城邯郸 东躲西藏 这一年呢 秦国的士兵 攻占了周朝王都洛邑 俘虏周南王 牵九鼎于咸阳 周朝覆灭 秦国崛起势不可挡 这一年呢 赵高在咸阳出生 都江燕在秦国建成 可是对于出生在佩郡 归属于楚国的刘邦来说呀 这些消息全都是敌国的威风 他不想听 真正影响了刘邦性格的 是另一个有名的事件 在刘邦出生的四年前 秦国将军白起 在长平干发了赵国 按照正常的发展 那秦国应该直呼赵国 然后转到燕齐 秦国一统天下的梦 可能就在这时候就实现了 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因为一个叫信陵军的公子 窃取了魏国国军的虎服 带着楚卫联军冲进战场 结了赵国之围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信陵军窃服救赵 在这次行动中 有两个人的名字 名扬天下 第一个叫侯营 是他给信陵军出了这个主意 并且全程指挥作战 第二个叫朱亥 一锤子砸死了有所怀疑的将军 帮助信陵军在军营里夺下兵权 拯救了赵国也拯救了六国 对于六国人民来说 信陵军形势果断 两位侠客忠肝义胆 而且最后成功阻止了邪恶的秦国 这样的故事当然要大大的宣传 所以刘邦的童年 就是在对侠客的崇拜中长大的 他的梦想 就是要成为像诸汉侯营这样的人 刘邦梦想中的完美生活 后世已经有一个叫李白的人 给他总结了 赵克曼狐英 吴沟双血鸣 银鞍赵白马 撒踏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适了拂一去 深藏深于名 闲过信陵隐 拖见七前横 将至淡珠亥 持伤劝侯营 三杯土然诺 五月倒为清 眼花耳热后 意气肃泥声 就召灰金锤 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 选赫达凉成 这种侠客行李夸的 正是诸汉侯营两位壮士 为了心中的正义 侠客们远距而来 远散而去 众承诺 轻生死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仗见天涯 任性 潇洒 这就是少年刘邦想要的生活 17岁那年 刘邦孤身一人离开老家 一路风餐露宿到隔壁的县城去求见一个叫张尔的人 张尔是信陵军的门客 信陵军死后 门客们四散归乡 对于刘邦来说 侯营 诸汉这样的大侠客 渴望不可及 能归附到张尔这样的小侠客手下 也算是实现梦想的 他的求见很成功 从17岁到34岁 刘邦经常往返于老家封义 和张尔居住的外黄县 去那边一入就是几个月 勿捧引伴好不快 而到了34岁这一年 刘邦的快乐生活终结了 因为这一年楚国灭亡 秦国统一了天下 秦国之下法律严格 已经没有了侠客的生存空间 所以刘邦回了老家 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亭长 亭是秦汉时期政府的末端组织遍布全国 主要是在交通要道上 按照今天的单位算 每隔三公里就有一个 亭有亭长 下边有三到四个手下 相当于今天的街道派出所 邮局加上交通站的合体 就在这亭长的任上 刘邦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这期间 刘邦娶了大户人家 吕公的女儿吕智为妻 但他依然不是一个正经过日子的普通人 适应了新生活以后 刘邦旧态复发 到处呼朋饮伴 喝酒吃肉勾的美女 刘邦的大儿子刘肥 就是他偷情以后生的私生子 手下一堆同乡的小弟 跟着他到处跑 比如卢婉 夏侯英 人敖 反宽 都是他的小兄弟 那他一个亭长 天天这么嚣张 上司不管他吗 还真不管 刘邦是县里的街道派出所所长 县里边管人事的主任 是他的顶头上司 这个人叫肖和 刘邦成天大大咧咧 腰五喝六的 谁都瞧不上 但是对于这个肖和 刘邦却非常的敬重 因为肖和真的非常有能力 前面说过 秦桃的官员 每年是有考核和评比的 排名靠前的有赏 排名靠后的受罚 而这个肖和 曾经在评比中 获得过全郡第一 寄精四座 军里的首长都非常喜欢肖和 推荐他到中央政府当官 后来肖和再三推死 这事才不了了之 这样的人物 在封义这块地方 上上下下没有不服的 而肖和对刘邦的态度 也很不一般 别人都不太喜欢刘邦 觉得他一天没个正形 只有肖和对他另眼相待 有一年 刘邦要去咸阳服摇曳 这可是大事 对于那时候的百姓来说 这一走可能就是生死离别 所以临走之前 亲朋好友们通常都会送礼 给钱 用作路上的花费 其他同事全都按照惯例 给了刘邦300通钱 而肖和这个上司 却给刘邦包了500枚通钱 相当于他一整个月的工资 刘邦非常感动 刘邦的摇曳很顺利 在咸阳劳役的刘邦 亲眼看到了秦始皇的仪仗出行 这个事件 直接导致了后边 刘邦的战略决定 我们以后再说 摇曳结束以后 刘邦回家继续做庭长 大家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的话 刘邦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既然已经说到这了 那当然会有变故 公元前210年 刘邦已经46岁了 这一天秦始皇驾崩 秦二是虎害继位 虎害上位以后 大型土木 又重新修建厄皇宫和黎山陵 需要更多的劳役 所以就在这一年 命令传到了封义 百姓们安嚎一遍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刘邦作为庭长 他的职责 就是押送这100来人 去咸阳扶劳役 结果队伍刚走没多远 就跑了几个人 又走了没多远 又跑了几个人 等队伍出了封义 走到了一个叫蒙荡山的地方 刘邦请柬人数掐指一算 按照这个速度 没到咸阳人都跑光了 按照秦朝法律 跑了一个人 庭长都要受罚 这一个不剩 那还去什么咸阳 直接自杀 还能死得痛快点 那咋办呢 刘邦思前想后 原地解散吧 都是父老乡亲 压着人家去送死 也不是个事 刘邦这个庭长 肯定也当不下去了 干脆就在这蒙荡山 直接抱团取暖 聚效山林 也好过受那鸟气 刘邦越想越觉得可行 第二天就直接行动 他站上高台 对乡亲们说 愿意回家的就回家 不愿意回家的就跟着我混 咱就在这蒙荡山 跟秦朝军队打游击战 这百事好人一看 刘邦还确实挺够意思 当时就有十几个人表示 愿意跟着刘邦混 其中就有樊快 刘邦让樊快往来 于蒙荡山和封义之间 二百里路 随时传递消息 其他人就在山上过日子了 刘邦的创业团队 就这么建了起来 但是这时候 他们只是一伙盗匪 根本不敢提什么起义的事 他们没有那个实力 这过程中 当时也遇到了一些危机 刘邦的家人还在封印呢 刘邦知法犯法直接跑了 他的家人就被抓进了大牢 幸好刘邦的关系还在 在萧和等人的暗中维护下 他的家人很快又被放了出来 就这样起起伏伏 过了一年 终于等来的局势的变化 陈胜吴广大起义爆发了 这时候的刘邦团队 已经有一百多人 在这盲大山附近 也算得上是声名远播 刘邦看准时机 马上接杆起义 响应陈胜 正式登上了 其末乱世的大舞台 或者也可以叫他 刘老三大舞台 在接下来的故事 就接回到我们前面 讲过的部分了 陈胜吴广半年就被打没了 刘邦起义之后 从盲大山出发 打回老家封印 他原来的上司萧和 曹参 也就在这个时候 加入了刘邦的团队 然后刘邦带着人 直接去投奔了向良 因为只有向良的军队 名望最足 资源最多 实力最强 刘邦就这一百来人 啥也干不了 肯定要找个大哥 跟着混 向良和项羽起兵以后 找到了曾经褚王的孙子雄心 这时候的雄心 已经惨到 正在放羊了 向良把雄心立为褚王 楚国就是在曾经的楚怀王手里 彻底失去了 跟秦国争霸的资格 楚国输得特别憋屈 楚国人民全都不服 所以这一次 向良直接给雄心起了个名号 就叫楚怀王 意思很明确 之前那个不算 咱们跟秦国再打一遍 现在主角们的背景 都交代完了 让我们重新按下开关 回到直播的时间线 张寒大发神威 把第一次齐手联军打败 齐国国军田丹被杀 田丹的弟弟田荣 带兵杀回齐国 抢回了王位 那现在为了对付张寒 向良就派使者来找田荣 希望齐国再次出兵 齐楚联军再跟张寒打一次 面对使者的请求 田荣提出了一个条件 之前我们出兵的时候 齐国不是又立了一个田甲为齐王吗 田甲后来被我打跑了 对吧 现在这个田甲就在你向良的军中躲着 我的要求很简单 你把田甲杀了 让我没有后务之忧 我就出兵跟你联盟 这个要求过分吗 咱们身为局外人都能看出来 一点都不过分 对吧 可是面对这个交易条件 向良向宇叔职却没有同意 因为他们真的打算 用这个田甲去齐国搞事 他们想把田甲扶上齐王的宝座 把齐国变成傀儡 就这么一个目光短浅的决定 直接断送了向良的生命 田荣听到楚国的拒绝 直接气笑了 你这简直是他侮辱我 那你们自己去打去吧 向良得到了回复 真就自己带着军队去打张寒了 一开始还真把张寒逼退 打下了好几座城池 可实际上 这全是张寒的缓兵之计 过了没多久 咸阳的第二波援军赶到 张寒趁着向良大意轻敌 直接冲锋决战 在定逃这个地方 杀得向良丢盔弃甲 向良直接被打死在战场上 这时候的向宇和刘邦 分别驻达在向良的周边城市 根本来不及救援 当向良的死讯传过来 起义军大为震动 向宇直接就疯了 可是紧接着有意思的来了 向宇没有去怨恨 打死了向良的张寒 反而恨上了 没来支援的齐皇田荣 他自己窝藏田甲那个事 向宇选择性遗忘 一门先自认为 这一切都是田荣的错 从此埋下了向宇和齐国的仇恨 这脑回路也不知道怎么长 在接下来 双方继续行动 张寒这边一看 最大的起义军向良已死 楚国卫国都被镇压 其他人不足为惧 所以张寒调转军队 渡过黄河向北方前进 这时候的北方 也就是赵国这个地方 已经打了很久 交战双方是王黎和赵歇 王黎就是前面说的 秦国北方军团那个副将 赵书上说 让蒙氏兄弟自杀 把军队交给副将王黎指挥 王黎是秦国名将王俭的孙子 赵歇是后来被推举上来的赵王 前一个赵王就是前面说的 被陈胜派过来那个武臣 收复了赵国以后 武臣自立为王 后来也是因为内部斗争 武臣被部下杀害 赵歇就在张尔等人的支持下 登上了赵王之位 张尔这名字熟悉不 没错 就是流亡小时候去投奔的游侠 历史兜兜转转 转来转去 还是这波人 说起来还真是巧妙 黄河南边 张涵和向梁打 黄河北边 就是王黎和赵国 燕过的联军打 现在张涵打败了向梁 马上就率兵渡河 跟王黎的军团会合 张涵和王黎的军队 这时候各有20万左右 加起来是40万 他们打下了邯郸 然后在居禄这个地方 围攻赵国 居禄就是今天河北 形态是附近 秦始皇驾帮那个沙球 也在这附近 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 就等于说秦始皇 就在眼睁睁的看着这场 事关秦国命运的大战 不知道该说是讽刺 还是该说残忍 居禄之战的情形 我们从小就学过 面对40万大军 面对张涵杀出来的威名 当时所有的诸侯全都绝望 最有实力的将梁 都被张涵打死了 赵国的结局 看起来已经注定 诸侯联军斗志全无 在张涵大军围攻下 苦苦坚守 败王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时候 项羽和刘邦 在楚怀王的安排下 开了个会 项梁死后 最高兴的人 不是张涵 而是楚怀王 因为在之前 楚怀王只是个傀儡 现在楚怀王失去了潜质 可以搞点事了 谁也不是省油的等 楚怀王让刘邦向羽都过来 安排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首先 迁都到蓬城 也就是今天的徐州 把老家往后移一点 省得被打 然后安排两路人马 一路北上 一路西进 西进的队伍 目标和之前的周文军队一样 冲进咸阳 推翻秦朝 早在一年前 项梁刚用力楚怀王的时候 各路诸侯聚在一起 大家就约定 谁的军队先打入关中 谁就做关中王 这时候楚怀王再提这个事 就是要告诉大家别忘了主线任务 这次习近队伍的领导人 最后定了刘邦 为啥要选刘邦呢 因为他是个老头 习军需要一个相对温和一点的将领 有利于收拢人心 也方便招降秦国的军队 这一年刘邦48岁 后佩功 在齐军中还是比较有威望 所以习路军就交给了刘邦带领 而项羽这时候 24岁 在之前的战斗中残忍 暴虐 动不动就屠城 再加上这时候项梁刚死 他满腔怒火 无处发现 正好派去北方打张寒 在出发之前 楚怀王又耍了个小心机 北陆军的统帅 他没有交给项羽 而是交给了另一个叫宋义的将军 项羽只是作为宋义的副将领兵跟随 之所以要这么安排 是因为楚怀王想要遏制项羽的势力 就这么简单 这西北两路人马就在蓬城立士 作为同一支军队的两支拳头 项羽和刘邦杀血未盟 两人结为兄弟 熊啾啾气昂昂 两支部队出发了 然后时间一会儿 就过了46天 北方局势岌岌可危 燕赵连军马上就不行了 可是宋义让军队驻扎在黄河南边 伸长的脖子围观 就是一动不动 刘邦的军队在附近转了几圈 收编了几支残军 然后也一动不动了 宋义不动 是想要坐山观虎斗 希望张寒和赵国两败俱伤 刘邦不动 是想要继续观望北方的局势 不想做出头鸟 他俩老神在在 吻得一逼 但项羽是实在忍不住 我们算一下项羽身上 叠加的几段怒气时 河对岸的两个敌人 一个是王黎 一个是张寒 王黎是王俭的孙子 王俭就是最后攻打楚国 逼得项羽的爷爷香烟自杀的人 张寒两个多月之前 刚把项羽 示弱父亲的项梁给杀了 再加上现在 好不容易大军出发 宋义一托再托 楚怀王在后边实际扯后队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哪受得了这些阴谋诡计 项羽的怒气指 已经冲破了天际 第47天 宋义刚睁开眼睛 准备起床 项羽上去就离除了 让他永远的闭上眼睛 紧接着项羽抢了兵权 在士兵的注视中 登台高呼 鼓舞士气 带领了楚军渡过黄河 直浦寒南 渡河以后 项羽下令所有士兵 只带三天的粮食 做饭的器皿全都摔碎 渡河的船只全部都砸毁 搭建的军营全部焚烧 全军向死而生 要么死 要么赢 当时的其他诸侯们 在附近有十几座军营 但是涉于秦军的攻势 全都不敢作战 纷纷作弊上官 项羽带着三万储军 渡河之后直扑战场 一战攻城 消灭了王黎的军团 直接升擒了王黎 紧接着项羽继续向北 攻击张寒的军队 九战九胜 楚国士兵奋勇争先 人人一当时 勇冠三军 直接杀穿了张寒的军队 楚军杀伤无数 俘虏了二十万秦军 一战而天下定 张寒从出关到现在 打遍天下无敌手 结果遇到项羽 就输了这么一场 直接就输了个精光 张寒带着残军跑了 项羽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峰 在此之前 他只是诸侯中的一员 在此之后 其他诸侯来见他 全都跪地悉行而前 不敢仰视 项羽顺利成章的 成为了诸侯中的上将军 其他小诸侯 从此全都跟着项羽混 大丈夫当如誓言 张寒只剩下残兵败将 本来就心灰意冷 好死不死的 伙害还不断的派使者 过来兴师问罪 张寒一生气 直接就投降了项羽 紧接着项羽收拢残兵 日夜兼程前往关中 为啥项羽这么着急 往关中跑 因为这时候的刘邦 已经吃着火锅 唱着歌一路 打劫了关中 据路之战中 刘邦一直默默围观 看到项羽军 大获全胜 刘邦撒哑的就跑 直奔咸阳 进入关中的路线 有两条 一条是正道 沿着黄河向西进攻 经过寒谷关 入铜关 周文走的就是这条道 没成功 刘邦选择了另一条路 向着南洋走 然后进山 经过五关 进入蓝田 曾经的楚怀王 发围走的就是这条路 楚怀王西败于蓝田 而就在刘邦军队 西建的路上 有两个人正式加入了 刘邦的团队 他们一个叫张良 一个叫利益基 利益基是个纵横家 也就是说客 靠着三寸不烂之蛇 为刘邦一同天下 立下了汗马功劳 孙子兵法说 上兵伐矛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意思是 最差的选择 一定是强行攻城 最好的选择 永远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利益基就是帮助刘邦 游说天下的纵横家 另一个加入的人 就是鼎鼎大名的张良 这里说的鼎鼎大名 指的不是正在看视频的 你和我 全都认识张良这件事 而是说在当时的世界 张良就已经名扬天下了 他做了一件超级出名的事 跟金科一样 张良曾经刺杀过秦始皇 视频最开头 海哥给大家讲了 秦始皇的五次东旬 而就在第三次东旬的路上 秦始皇的车队 经过一个叫柏浪沙的地方 在今天的河南省元阳县 张良是大贵族 祖上世代为韩国的丞相 韩国反向争霸 第一个被秦国覆灭 张良就一直在各国流窜 散尽家财 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力士 当刺客 埋伏在柏浪沙 柏浪沙周边多丘陵 便于隐藏 大风一处于黄沙漫天 大力士就隐藏在路旁 透过漫天的黄沙 杀气铭然的 注视着开过来的车队 他的目标很明确 天子的马车有六匹马 大臣的只有四匹 打马最多的 可是等营正的车队开过来 大力士傻眼了 有好几辆车都是六匹马 原来人家国君的安保 也不是吃素的 故意弄了好几个假目标 专门用来混交刺客 大力士随便选了一个 上去就是一锤子 结果运气不好 打错了 大力士只能喊一声 你马死了 然后掉头就跑 张良也趁乱逃离了薄荡沙 秦国的海捕文书 铺满天下 大索十日 却一直没有抓到他 张良虽然刺杀没成功 但他的事迹已经名扬天下 不管走到哪 六国的贵族老臣都以礼相待 在上层贵族中很吃得开 在刘邦西征之前 张良和刘邦就见过面 两人一见如故 因为知己 合作过一段时间 但那个时候 张良没有加入刘邦的团队 因为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想复活韩国 为这事一直往来奔走 后来项良启示 张良就跑去求项良复活韩国 项良一看 是鼎鼎大名的张良来说 马上就同意了 韩国复活以后 张良就跟着韩王混日子 后来就逐渐感觉到心昏意冷 因为他发现 韩国实在是太弱太小了 活不活的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这次刘邦西征 张良下定决心 加入了刘邦的团队 现在刘邦内有萧和 管理后勤 外有张良统一全局 还有纵横家利益机到处游说 团队的战斗力开始飙升 反应在外界 就是刘邦刚开始袭进的时候 手下只有一千多人 走到了一半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两万人 走到南洋的时候 变成了五万人 除了最开始打的结仗 后边的几个重要关口 比如南洋 五官 刘邦一个都没打 只要放出利益机上去一劝 守将直接就投降了 等刘邦进入关中 抵达蓝田的时候 已经有了十万大军 这时候的项羽带着人马 也在努力的往关中跑 两人抢的就是个时间 项羽收服张寒以后 就一路吸收沿途散乱的兵马 把之前消耗的士兵补了回来 各地的诸侯也纷纷赶来 加入项羽的军队 所以等项羽快要抵达关中的时候 总兵力已经达到了四十万 而就在启程之前 项羽还做了一件事 他把秦国投降的二十万的军队 全部坑杀 彻底打散了秦国的最后一口气 刘邦杀到蓝田的时候 赵羽终于慌了 派使者去找刘邦 表示愿意跟刘邦平分关中 刘邦直接就笑了 你这脑子是鹿是马 你这时候才说这个 可能吗 赵羽一听这回复 感觉很生气 管过神来以后 一拍屁股又做了一个决定 逼死胡害 自己当皇帝 众所周知 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可以突破极限 而赵羽就在气急攻心之下 突破了做人的极限 公元前207年 赵羽派自己的女婿 颜乐入宫 逼迫胡害自杀 胡害临死之前 发生的事 特别令人沉思 颜乐带着士兵冲进了宫 胡害身边只有一个宦官陪着 又急又气的胡害 就质问这个宦官 这么大的事 你咋不早点 给我通风报个信呢 宦官回答说 就是因为从来不说话 我才能活到今天 否则只要我说话 第一个杀我的 就不是赵羽 而是你胡害了 胡害一听 哑口无言 只好自杀了 这一年 他24岁 赵羽杀了胡害以后 竟然真的想登机 可是在大殿之上 满朝文武 没有一个说话了 全都像僵尸一样 低头看着地面 不管赵羽说什么 全都没有回应 那场面 想想都甚人 赵羽这时候 终于明白 自己已经天怒人厌 走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他只好中断了登机 另立了胡害的堂兄 紫英为秦三世 紫英登机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赵羽 派人藏在门口 在赵羽进屋的时候 一刀捅死 满朝文武 全都拍手称坏 做人做到这个地步 赵羽和胡害 堪称反面教材 为了表达对赵羽的鄙视 这么重要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 竟然没有在史记中 单独给赵羽列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立导致周文没有援军 被横空出世的张寒击败 张寒大发神威 冲出韩国关 打的骑义军 酷爹砍娘 很快就平复了黄河以南 杀了最大的骑义军 向梁以后挥师北上 与王骊军团会合 围攻俱禄 面对决境 楚怀王也派出两队人马 刘邦带领一支队伍向西 做主线任务 推翻秦朝 向羽带着北上的队伍出发 杀了宋义之后 渡过黄河 破釜沉州一战 而天下定 项羽得到了无上威名 各路诸侯纷纷归附 然后刘邦和项羽 分走两条路 向着关中进发 刘邦先进关中 秦三世紫英诛杀赵高 然后投降 进关中之前 丞相李斯就已经死在了赵高手里 不光满节不保 而且下场凄惨 根据诸侯的约定 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 刘邦的十万军队 率先打入了咸阳 项羽的四十万军队紧随其后 再接下来 天下的局势会走向何方呢 率众赶来的项羽 和刘邦之间 又会产生怎样的纠葛 这最终的天下 又会经历什么样的纷争呢 海哥在下一集 再给大家闹 好了 那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